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技能甩出短剑 打残敌人杰 顺势切换重剑 打出敌人杰复活甲 随即蓄力闪现 1技仓破斩 打残威放多人 直接秒杀2人 A技超完会 凭借威威花木兰的完美操作 直接团灭威放 一波拿下比赛 榜单第四名 来看孤胆英雄Fly的花木兰 以1敌5 比赛来到后期 QGi被经过一波激烈的团战 牺牲4人 敌方5人势如破竹 企图直接一波拿下比赛 就在此时 弗赖的花木兰面对敌方气势汹汹的5人 无惧无畏 只见埋伏在草丛的花木兰 1技能杀向5人 2技能秒杀东皇太医 切换重剑 1技能闪现秒杀诸葛亮 顺势带走老夫子 弗赖的花木兰虽然最终倒下 但其在队伍危难之际 以1敌5连斩3人 无论在操作还是心理素质上 都体现了职业电竞选手的超凡能力 宝斯丹的第三名 来看汉匪花木兰的精彩操作 比赛来到16分钟 QGi被集结于中路 强势入侵地妖火箭高地 QGi被众人圣气凌人 将地妖火箭两人围困于塔下 就在此刻 汉匪的花木兰见队友遇险前来营救 大招切换重剑 紧接1技能蓄力秒杀诸葛亮 并打三重人 随后 二段仓破斩 带走哪吒 QG Happy瞬间溃败 落荒而逃 汉匪的花木兰在关键时刻 两极蓄力斩 成功逆转局势 我们来看一下汉匪花木兰当时的橱桩 迎刃之足 不祥征兆 反伤刺甲 魔女斗篷和破甲弓 破甲弓的护甲穿透 大大提高了花木兰的输出能力 配合反伤刺甲的荆棘效果 使花木兰能够成功逆转团战 榜单第二名 来看冰哥的花木兰如何逆转团战 比赛进行到十一分半 GK正在攻打主宰 地牢火箭前来阻挠 就当主宰倒下之际 双方陷入一场混战 地牢众人瞬间残血 逐个牺牲 就在此时 冰哥的花木兰前来支援 只见花木兰一技能杀进敌阵 切换重剑 打残多人 紧接一技蓄力斩 劈死两人 随后再次蓄力闪现 打残马可波罗 切回短剑 顺势将其带走 敌方两人试图反杀花木兰 无奈输出法力 只好撤退 只见花木兰二技能减速牛魔 顺势将其斩杀 冰哥的花木兰在团战中连斩四人 成功逆转比赛 绑蛋的榜首 再来看汉匪花木兰的逆天改命之戒 比赛进行到21分钟时 QG Happy强行攻打主宰 而汉匪的花木兰看准时机 先是一发回旋剑 扰乱敌方心智 随后跃入龙尺 一发中剑 手下主宰 随后再一发中剑 打出部分伤害 紧接着二技能强推 打出敌方两人的复活后 切换形态 撤退之后方 寻找机会 看见敌方诸葛亮上前输出 花木兰果断再次切换重剑形态 迅满重剑之力 闪现精准命中三人 诸葛亮直接被秒 炫武之花随后而至 将敌方两人直接斩灭 散沙响彻了整个王者峡谷 榜单榜首 实至名贵 花木兰在KPL赛场上是很多战队飞班必选的英雄 短剑形态拥有强大的机动性 可以打消耗和游走 重剑形态范围伤害高 还有控制效果 种种特性使其成为KPL选手最喜爱的英雄之一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是银凯 我们球机赛不见不散 3片